老虎狮子也有失手的时候 再强大的掠尸者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今天带你看一下 捕尸者失败的瞬间 这头狮子发现了猎物并加快脚步 原来是一只蜜花 蜜花并没有惧怕狮子 一边朝狮子吼叫一边撤退 狮子拿蜜花毫无办法 只能屁颠屁颠地跟着蜜花 就像小弟一样跟在大哥身后 还要忍受大哥的谩骂 最终狮子目送平头哥扬长而去 两头狮子袭击理智羚羊 羚羊被扑倒在地后 并没有就此放弃 用长脚开始反击 成功地将狮子赶走 一头水牛误打误撞地见到狮子的埋伏 水牛被狮子袭击 摁住 正在遭受群狮的围殴 水牛开始用脚反击 狮子们也知道牛脚的厉害 试图从后面攻击水牛 但水牛并没有给狮子机会 始终用脚来防卫 最后水牛大摇大摆地安全离去 这头狮子已经埋伏好 羚羊没有发现猎人还在悠闲地吃草 此时羚羊似乎感觉到不对劲 这只好奇的小羚羊 无知者无畏 静止走向狮子 幸亏小羚羊反应敏捷 速度够快 救了某只羚羊的命 这只羚羊一定是口渴极了 否则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喝水 它知道水里有杀手 所以小心翼翼 十分谨慎 突然鳄鱼冲了出来 但羚羊更敏捷 这头油猪也是如此正在喝水的 它凭借自己的敏捷 救了自己一命 鳄鱼只能继续等待 这只羚羊正在过河 后面有一条鳄鱼正在追赶它 很明显的鳄鱼游的速度更快 鳄鱼追上了羚羊 张开了大口羚羊 用脚自慰 成功地躲过了鳄鱼的攻击 拼尽全力成功地上岸 游客拍到了狮子正在狩猎 猎物是一头水牛 水牛已经倒下 看起来狮子狩猎成功 就在狮子将要杀死水牛之际 水牛的同伴赶来呵斥狮子 让它放手离开 无果后 水牛同伴开始动手 水牛又站起来了 狮子不得不放弃这次狩猎 这头母狮发现了猎物 是一头落单的斑马 斑马发现猎人一个飘逸之后 斑马撒腿就跑 母狮速度慢的一拍 母狮只能空手而归 这只羚羊确认安全后开始喝水 突然猎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冲了过来 羚羊一个虚晃之后 安全地撤离 这只豹子发现了猎物 狩猎开始 猎物是一只羚羊 正在火速逃离 豹子成功地追上了羚羊 紧紧地抓着不肯松手 不管羚羊怎么跑 都不能摆脱猎人 最后小豹子也来帮忙杀死猎物 但最终活下去的渴望 让羚羊成功地逃脱 三只羚羊 为了躲避野狗的残杀 躲到了岩石上 这真是个好地方 野狗从下面上不去 从上面也下不来 野狗仔细研究之后 还是决定从上面下去会容易一些 但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野狗没有胆量 最后野狗放弃离开 不就是一顿饭吗 一顿不吃又饿不死 这只罐已经被豹子盯上 但罐提前发现了猎人 尽管豹子跳得很高 还是失手了 此时正是斑马迁徙的季节 成群的斑马正在过河 这里到处都是鳄鱼 这头斑马成了鳄鱼的目标 小斑马被急流带走 斑马的尾巴被鳄鱼死死地咬住 斑马挣脱了鳄鱼的大口 还保住了自己的尾巴 河里的小斑马正在努力自救 静止朝岸边跑去 他没有注意到鳄鱼就在前方 就这样踩着鳄鱼冲向岸边 真是无知者无畏 小斑马碾压过鳄鱼 最后成功上岸 这只鹰正在飞向他心爱的兔子 奔跑的兔子一个飞身跳跃 竟然比鹰跳得还高 这一跳兔子又可以见到明天的太阳 迷路为了躲避熊的捕杀 逃进了水中 但熊为了吃鱼 水里的功夫也不差 熊在水中追了迷路几个回合之后 熊就放弃了 在水中太消耗体力了 这头熊发现了在水中的驼鹿 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熊准备拿下猎物 没想到驼鹿先发之人 熊反倒成了猎物 被驼鹿追赶 熊也太耸了 这头熊的目标是小驼鹿 熊忍不住想要动手 驼鹿妈妈先保护好崽子 然后开始驱赶熊 熊被吓得直接转头就跑 以上这些瞬间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 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